现在儿子有一个愿望 为了怕其他出问题 就是说 即便这个房子 宅地地使用全人是你 然后地上房子也是你盖的 那么他们现在有个担心 有这种担心 日子就过不好 他们就希望 您能按他刚才说的 写一个东西 您有生之年 甚至于这个老伴有生之年 该怎么住怎么住 但是 等您百年以后 这个房子归属 儿子意思 别给外人 是这意思吗 那我就问您一句话 儿子提出这个要求 能不能满足 满足不了 您的方案是什么 怎么解决 以前呀 这最近是给儿子的 可是现在 既然他们当这种情况了 不追我的信任了 那有意思 不能找我信任 说儿子没有这房子 他赡养我不 赡养 赡养 就把这房子抬除之外 他就如同没有这房子 他该提赡养 先生您没提 他也可以说 我不给他房子 他就不赡养我 你们家分家了没有 没分 没分 是不是你盖的这个房子 所有的家庭的这些财产 作为这个儿子 他是有一份的 有 你常常有一份 有 那么就是说 你们家的财产 用法律术语说 是家庭共同财产 这可以 这个同意吧 这个同意吧 对 那么所以老大提出来 说要分家 首先我认为法律上 是有依据的 对 至于怎么分 分多少 那要跟你实际 实际的情况 应该有 来商量 他的愿望 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可以不同意 你也要拿出一个方案来 这个房子在你名下 我听了听 它有两个方案 一个 你建设房子就给他 然后呢 他来对你 赡养养老送中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可以不给他 但是你要写一个东西 说这个房子 你们有生之年 你们可以住 然后呢 你百年之后 要保证要给他 那么这两种方案 你可以选一种 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 您还觉得不给儿子 您给谁啊 我有我的想法 您说说看 是不是 这两个院子的房 您准备怎么分 它原来 我想 有个想法 基本上大体就是 七儿就是小儿子了 东月儿就是大儿子了 有这个想法 现在呢 一人一水了 现在呢 他们也是认同 现在 既然他弄到这种程度 用我说了 和老伴说 非要分成家产 我这一说上和老伴 要连我轰出去 这种做法 他们提不上赡养 他没做到那份 你那意思 我不放心 他不放心 我也不放心 你想怎么办 他逼着我 就得把这房子分 我就不分 打关他就要叫法案犯 盖他的我给他 这个家庭来说呢 在他们这个婚姻家庭本身 就会有他们自己的缺陷 就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听别人说话 全部都是在诉说自己的 而且呢 他们都很 可以说是有点点偏执 就是一定要说服别人 你来听我说 然后呢 你按照我这个做 否则 你就是大地不到 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父亲 就有这么一个缺陷在里面 不仅仅是因为在婚的问题 了 你说 着 balance 你 感谢观看